好的 謝謝林森 日本國會一個小組的報告指出 去年福島核電站事故是人為災難 請看BOA衛視的報導 這份報告經過6個月的調查 認為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失職 未能預見和預防這場嚴重的核電事故 調查小組發現官員們故意拖延決定 而這些決定原本可以讓福島核電站 在去年3月免於地震與海嘯的波及 報告指出 這場事故不應被視為自然災害 而如果相關人員能更有效地做出反應 其造成的影響也能減緩 與此同時 日本在星期四 重新啟動關西大販核電站3號機組的核反應堆 儘管有許多日本民眾反對重啟核能發電 在福島核災之後 所有日本的核反應堆都相繼停止運作 進行安全檢查 日本有兩個月是完全沒有核能發電的 不過日本政府表示 重啟核能發電是為了避免在夏季發生停電的情形 VOA 衛視報導 駆核電座